歌手,凭借罗刹还是再次翻红,他的徒弟云朵也是乐坛一位家运户小的歌手,他独特的云端音,为我们呈现了不一样的高级感,他演唱了不少快智人口的歌曲,下面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云朵量身打造的一首歌,云朵的天端音超凡脱俗,他的天赖嗓音好听到诈,无可挑剔,开口穿透力太强了吧。 《青藏高原》是韩红演唱的一首歌,想不到被云朵翻唱起来如此经典,云朵的天类高音震撼人心,开口给人一种视觉盛宴,太令人震撼了吧。 《青藏高原》是韩红演唱的一首歌,当云朵的模仿者翻唱起来简直是天籁啊。 《开口百分百声还原》,全场听众如痴如醉。 《开口百分百声》,商量一首歌,当云朵的模仿者翻唱起来简直是天类高的一首歌, 在水流过 哥哥一纳 他两儿绑肩三空笔 未曾开眼线转地 每一日在外里 不得来我 老婆才都太美 因为自己是知己 喇嘛呼呼知道他 心一头一头 朵是一位天生的歌者 他的嗓音浑然天成 将一首手心里的温柔 诠释得十分到位 云朵天籁般的高音 唱进无数听众的心底里 爱在这一刻 永恒永远 爱到什么时候 爱到天成地球 变得相爱的人 一直到时不适合 我牵着你的手 我牵着你的回头 牵着你的回头 牵着你的老天花 看手心里的温柔 你谁还会在 你不在 我不在 你谁还会在 彩云之男 是一首十分经典的歌曲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吧 云朵的翻唱十分质疑 全曲贯穿着动感的节奏 高亢的旋律 却蕴含着某种 细腻与缥缈 歌曲中还唱出了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体现了和谐社会的主题 一首歌曲中还唱出了